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每个国家都有着一些值得铭记的歌手 而他们的作品也不会随着岁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反而会熠熠生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歌手 他来自日本 被民众亲切地换作姐姐 拥有青春纯美的脸庞 还一度被当作赤木情子的化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像泉水般清澈的美人 却在40岁时就相消欲损 让无数歌迷唏嘘 而这位传奇女歌手就是板井泉水 她不但拥有世界上最美的侧颜 还被称为世界上颜值最高的亚洲女摇滚乐手 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对她演唱的歌曲一定很熟悉 动漫灌篮高手 名侦探柯南 以及龙珠GT的主题曲都是她演唱的 但与歌相比 她本人的存在感弱到令人难以置信 出道16年 算上追悼会 只在公众面前亮相过7次 演唱会也仅仅只有一场而已 这种情况下 她能成为日本国民级偶像 简直就是个奇迹 板井泉水从不化浓妆 而面对观众时 更多的时候还是素颜 穿衣也只讲究清爽俐落 她从不掩盖真实的自己 以至于在大众的印象中 她根本不像个华丽璀璨的大明星 更像是突然被推上舞台的素人大姐姐 不适应站在公众面前的她 甚至干脆在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舞台 专注创作 1993年的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是她最后一次在电视上公开露面 1967年 板井泉水出生在神乃川县 原名 普持性子 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她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诗歌 除此之外还喜欢绘画摄影 体育方面的成绩也不错 不但会打棒球 更是进过田径队 在大多数时间里 她都是个腼腆害羞的文学少女 总是把内心的汹涌素于执笔之中 18岁的时候 她看了商队乐队的表演 被他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模样所震撼 生平第一次有了当歌手的念头 大学毕业后 她先是在不动产公司工作了两年 之后离职 1989年时又被街头星探发现 才开始踏足演艺圈 不过 她的歌手生涯没有就此开启 身材条件不错的她被安排了模特工作 偶尔在电视剧里跑跑龙套 甚至还要拍一些打擦边球的写真 那时候的她离梦想最近的只是一些宣传演唱而已 但她还是很快凭借超脱的气质与经验的才华 逐渐发红发紫 1989年她在东映卡拉奥卡皇后的选拔中 从3000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没过多久又被知名音乐制作人长湖大幸发掘 据长湖大幸回忆 第一次见到她时自己问她想做什么样的音乐 对方立刻回答 摇滚乐 而且是旋律朗朗上口 在卡拉奥卡也能唱的摇滚乐 在制作人的支持下 她正是以板井泉水的一名 开启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音乐事业 一年后 日本首个女子摇滚乐队ZAD成立 主唱就是板井泉水 她也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表达情感 那一年 她的首张音乐唱片直接打入日本工信榜前十 创下日本首个新人出道曲进榜的记录 但这个乐队的发展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当时乐队非常不稳定 乐队成员更换频繁 唯有她一个人苦苦撑着 所以在大家的心中ZAD就等于板井泉水 在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 日本摇滚百花齐放 相较之下 板井泉水的声线不算非常突出 而她本人也曾说过 一直觉得自己的声音非常普通 天生的条件并非自己可选 唯一能付诸的只有后天的努力 出道十六年 几乎所有作品的歌词 她都坚持自己创作 为此还随身携带小笔记本 以便随时记录想法 《板井泉水》不仅出过诗词集 还给其他乐队和歌手写过词 邓丽君生前的最后一首日文歌 《与你共度今生》 歌词便是她创作的 对待自己的作品 她是固执的 认真到每个字 就像柯南经典的命运旋转之轮 她反复斟酌修改 甚至发售后还在修正 以至于这一首歌就有几十个不同混音和编曲版本 上世纪90年代 整个日本笼罩在泡沫经济的阴霾之下 股市大跌 企业接连倒闭 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难题 所有人都看不见人生的方向 就在这时 她创作了《不要认书》 她的声音就像一束光照进了黑暗 也像一股源源不断的泉水流入干涸之地 听哭无数人 时至今日 这首歌仍陪伴着许多人 还被写入了日本教科书中 后来这首歌更被誉为日本第一励志歌曲 甚至是《日本第二国歌》 出道16年JAD塑造了无数经典歌曲 创造过的700亿日元销量更是成为日本乐坛史上奇迹 至今无人能及 和《搬进泉水》相处过的人没有不喜欢它的 多年后 日本大地震时 日本无数电台与国民重复点拨这首歌 借此来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这首歌也似乎成了一首旧事之歌 存在的意义已经超乎了所有言语与界限 而《搬进泉水》也因此成为日本人尽皆知的国民歌手 备受追捧 此外 《搬进泉水》还很关心身边的人 同时都夸她私下可爱又可靠 有时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有时又主动解决难题 鼓励别人 是个可靠的大姐姐 她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和负面新闻 音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 虽然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这不代表她不关心粉丝 而且她本人还很珍惜粉丝来信 当年还曾根据《仙台是一封粉丝》的信 创作了一首歌 信是一名高中老师寄给她的 老师说自己所教的一名学生是她的忠实粉丝 不幸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生 她的昵称叫KIPER 后来板井泉水把她写进歌词 向一封郑重的回信 说姐姐永远记得你 纵观她的歌曲 不难发现 大部分都是在鼓励大众积极向上勇敢生活的 这些歌曲可以说鼓励了无数人 然而生活却跟她开了个玩笑 在她失业蒸蒸日上时 却被确诊患有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和子宫内膜依偎症 到了2004年她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 但还是坚强地带病演出 两年之后 她在拍摄完自己第42首单曲的短片不久 突然感觉身体极度不适 便随即到了医院检查 最终被确诊为子宫颈癌 这一年她才39岁 她只好再次暂停所有工作积极治疗病痛 做了摘除子宫的手术 然后进行休养 一年后她到医院复查时 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面对病魔的无情侵袭 她无奈再度住院 积极接受各种治疗 在乐观的心态和抗癌药物治疗后 她的病情渐渐有所好转 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重病住院期间 她依然坚持在病床上创作歌曲 记录一点一滴的灵感 可谁曾想 上天又给了她致命的沉重一击 2007年5月26日的清晨 她完成了例行的散步活动后 在上楼返回病房的途中 因为下雨落滑 不慎从3米高的楼梯失足跌落 头部遭受到严重撞击 而这一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隔天下午她最终因脑挫伤不致身亡 年仅40岁 明明前两天她还和制作人长湖大姓约定 只要一出院就回到录音室 筹备下一张专辑和三年后的演唱会 也准备这一年秋天就付出 奈何造化弄人 偏偏就让她在意外中永世 一代人心中的摇滚女神就此舌落人间 真可谓天度红颜 整个日本因为她的突然离开而陷入悲伤 无数人得着消息时都不敢相信 而后痛哭 追词会那天 4万多名歌迷出现在现场 那首《不要认输》 悲鸣长空 然后歌迷齐声高喊 谢谢你 全睡 而她生前攒了整整一箱的歌词 还有300多篇没来得及发表 令人遗憾 至今还有很多人仍当她活在世上 跟她说早安晚安 在生日之时祝她生日快乐 如果她还在 现在或许是个54岁 很酷的摇滚女歌手 也依旧备受人们爱戴 她这一生虽然如此短暂 却涌放光芒 青春与传奇永在 就像歌迷送给她的一句话 青春若有不变的颜色 那一定是板井泉水的样子 不管历经多少春秋岁月 她的音乐与面旁都不会被世人所遗忘 天然如泉 清澈似水 这是许多人对板井泉水的评价 她有着催人向上的动力 也有着低调做事的态度 而且虽然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外貌 却不以此为噱头 而是沉浸于音乐的世界 致力于歌词的创作 热本天生励志 火遍全国的女歌手有很多 但很难找出第二个像她这样不被世俗浸染的人 《私人已逝》 如今人们敬仰她的唯一方式 便是不断地循环由她创作的歌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